你要感受吧,今天唱的感觉如何在这个舞台上 非常的享受,而且我觉得这个爱不解释这首歌还蛮适合今天的 因为其实我对于上海来讲,一直有一个很浓厚的爱 因为我十年在这出道,然后现在第十年回到东方风云榜 我觉得唱爱不解释是最适合的 是,这个现场的气氛也特别的好 来,那我们问问现场的媒体朋友有什么问题 直接向张杰发回就好了,举手示意我们一下 好,这边 呃,我对于,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们在决赛表演最精彩 就可以了,我觉得其他的不用再多想 最近全民想看粉丝的留言吗? 最近没有欸,因为我就基本上没有上去看一些留言 我还是想更精进的去,呃,在歌手里面唱每一首歌 然后而且,呃,中间所有的工作都用C-Down 然后就是为了,我是歌手给观众一个最,最干净的,最应该有的一个表演 最近全民都在就是关注周一键这个话题 不知道作为明星你有没有关注过? 什么键? 周一键就是今天 我还没有看到消息,我还不知道什么事情 就是文章的评讯你知道吗 哦 因为你也是他的好 听上去是个人的名字 周叫周一见 哈哈哈哈 因为你也是 哦哦那个是个话题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 一个热门的话题 那你觉得在爱情中间 啊 干嘛 那可能他没有说完这个话题 怎么搞的啊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 呃经验 但是我觉得 嗯 我还是没经验 我就是但是 呃 爱情保险 就应该问华老师 问华老师 我经常在他那讨教 所以就你再摸索就对了 对对 哎 举手示意一下 那张杰作为那个 跟文章生活中也是好朋友吗 那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有没有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去关心过他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 人家的事情 人家的加入事我就不必再多评论 嗯 因为但是平时你们也经常会是好兄弟 那个相处 对 嗯 上次他美国回来之后有跟他联系 说出来吃饭 但是也一直没有见到他 工作和新专辑的计划 今年的 新专辑的计划 我今年就是这个歌手完了之后 应该要准备自己的新专辑 然后去年去了一趟 呃我外去学习 我觉得对我的就是 补充挺多的 然后在歌手上面大家 应该都能感受得到我也很开心 然后呃 希望接下来有一些演唱会啊什么的 因为今天在那个 这个奔驰中心我觉得真的还挺舒服的 所以真的有希望有机会能够来这里做歌唱 是 就是现在上海应该说 太好 硬件软件都是最好的场子 对对 所以期待你能够来 那我们谢谢媒体的朋友 谢谢你们 再次恭喜张杰 好 谢谢大家